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也知道今天是补假 当来整个地方空荡荡的 什么也看不到 为什么 因为大家补修这两天的情况很特殊 那我们也知道这两天其实就是要开始打儿童疫苗 这是在台湾的疫苗里面 它是一个比较大的进展 这竟然是怎么讲呢 竟然就是我们有一群被遗弃的小朋友 那现在正如说可以打莫德纳 莫德纳打了以后呢 很多人很怕 为什么 因为莫德纳就是大家讲过会被火遮两个 或作用非常强的 那小朋友可以打吗 好像也没有这样的数据啊 没有这样的数据 我讲的是莫德纳 那大家看 如果是 如果是我们熟悉的辉瑞 辉瑞是特别去发明了 去开发研究了儿童疫苗 那这个儿童疫苗 我们跟他签约了 陈时中说 五月中可能会来 那会来 可是也不一定 那就是说可能啊 那现在家长听说有专属的辉瑞儿童疫苗来 那我们干嘛冒险去打莫德纳 各位 我讲这个过程 大家要想清楚 想清楚了到底在哪里 因为我们有个小朋友死了 两岁 那现在又有一个死了 对不对 你看到家长出来讲 控诉 都翻白眼了 送到长庚 又被沿入一个钟头 那他们觉得很无奈 为什么要无奈 其实他里面有个东西很纠结 就是现在的医疗 现在的医护人员 他已经 已经超标到 已经完全没办法拿个 人都已经到了 完全 大家都已经体力 或者精神都已经耗损到最极限了 那现在你说 我小朋友要来急诊 那急诊 急诊是有那么像过去那么完备的医疗吗 医生 护士 他要等医生 等一个钟头 那你说 大家已经开始骂了 长庚医院 医生 问题现在不是不止 不止长庚医院 所有医院 所有 尤其这些交学型的大医院 因为你只要发现不对 都要往大医院送 小医院 你去了告诉你说 这个不行 这可能你要送大医院 要去照什么什么 那你不是把时间都沿路了吗 所以很多人习惯就送大医院嘛 那大医院 它的 它的那个更麻烦 系统更麻烦 然后整个医疗就 你就会觉得说 它好像很慢 你知道我们现在 因为 这些医疗院所最大的工作是什么 是要做PCR 要做PCR 各位 要做PCR 你只要觉得有情况 你就赶快往那里跑 那往那里跑 那边就瘫痪了 大家都来排队 我每天要经过好几个医院 我都会特别看 在医院门口都是大排场的东西 因为大家等PCR筛检 为什么要等PCR筛检 因为你快筛 现在害怕就快筛 快筛 如果两条线 赶快去做PCR 如果没有两条线 在家里发烧感冒 不用去做个PCR再收了 就这样了 各位朋友 那我们现在大家把 因为PCR是官方认定 是到目前为止官方认定 唯一证明你有没有确诊的 就是要做PCR 你自己做快筛不算 自己做快筛只是百分之八九十有 还不是百分之百确定有 所以我们认为 你有或没有的确定 就是到医院去做PCR 做了以后医院会给你开证明 说你没有确诊 你有确诊 以这个证明为主 那你自己快筛呢 自己快筛 自己没有怎么好证明自己的 对不对 所以就 就变成医院的人力瘫痪了 那现在联系两个小朋友 两岁那个大家是有 讨论了两个礼拜 那现在这个翻白眼了 到长庚这个 又被大力的讨论 那各位朋友你想想看 像这种情境 很多人会觉得说 那现在小朋友是被遗弃 小朋友是不是被当白老鼠 被遗弃 被当白老鼠 各位回想一下 这一刻一来 这两个字眼小董 是不是都曾经讲过 我都就白老鼠啊 我说 这批人没有人管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 怎么样的社会 对不对 我们那时候 我还引用正言法师 正言法师说 12到17岁怎么可以 没有人打 我要抢救生命 记不记得 所以他要求见蔡英文 然后就进了 进了 BMT 那时候我们总共BMT 包括他跟沟台元 跟台积电 总共买了1500万剂 他的背景是这样 是正言法师那时候很气啊 怎么12到17岁的 年轻人没得打 我们打疫苗是18岁以上 才可以打 所以他马上去买这个 那小董要讲 那12岁以下 11岁 这些人怎么办 这个 一个年 我们算一个年龄 有20万人好了 这个也是100多万啊 对不对 大家想想看 12岁以下 这也是100多万啊 我们现在生力人口 我们以这个来算嘛 那请问一下 这些人怎么办 我说他被政府遗弃了吗 那他完全没有打 怎么办 这政府来说好 让我们来研究 让莫德纳 莫德纳减量 让你打 有没有科学遗迹 没有 我说那不是白老鼠吗 人家 辉瑞 辉瑞公司 特别跟全世界 跟他买疫苗的人讲 你不能把我们的辉瑞中 因为我们这是给成人的嘛 你不能把他说我减量 减一半或减稍微 给小孩子打 不行 我们自己做过 这个是不行的 不是这样的量 比较少 小孩子就承受了 不是 我们 已经在 自己都有发展 儿童的疫苗 概念不是大人的量 给一半小孩子就好 就可以打 不是 他特别去讲这个 所以小董 我告诉各位朋友 现在很多家长就觉得说 哇 那我们现在 还在讨论疫苗 不是好像疫苗都很多了吗 没有 疫苗现在 就是小孩子没得打 今天要开始打 可是很多家长又收回去了 因为 要打的是莫德纳 莫德纳是我们专家小组会议说 可以 减量让小孩子打 所以你弄到最后 家长当然是困扰 各位朋友 我讲 的概念是什么 你是白老鼠 没得打 或怎么样 的概念就是 这个不叫超前部署 这怎么叫超前部署 你不要听这个政府 天天在骗 那他因为拥有很大的媒体 媒体 主要是挺他 他拥有很大 所以他就每天 跟你讲 哇 跟你讲 哇 我们做的都好 陈世东都好 柔玉金都好 王必胜都了不起 对不对 他每天跟你宣传 现在以后他们就觉得 哇 我们民调很高 靠的是媒体 可是你实际看看 媒体 来代表什么 代表洗脑的工具 今天立法院有开 今天各级的民意机关都有开 因为他们不是劳工 那大家可以看 今天就有人问 乔委会 乔委会委员长叫做佟正言 佟正言这个也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人 为什么 因为蔡英文上来以后 他当行政院发言人 那时候院长是林前 你得说是林前的化妆师 那院长的行程 不是只有礼拜一到礼拜五 对不对 礼拜六礼拜天都要出来 你都要去很多地方 结果呢 他发文给所有媒体 因为他干了一段时间 发文给所有媒体 你们礼拜六礼拜天也来问我 他是化言人不问他 问谁啊 让他没有生活品质 各位 好不好笑啊 行政啊 化言人嫌人家 嫁人家问他 那记者要发一个东西 有时候觉得说 这个讲法到底对或不对 要问化言人他的真实度嘛 我们在化言人很奇怪 说影响他生活品质 行政的发言人说影响社会的品质 总统武的化言人 人家骂蔡英文 他骂人家畜生 各位好不好笑 总统武化言人 所以每个人都有他的说法 可是他们做什么都可以 他们的脾气都很大 各位看到就是这样 那总统武化言人 那总统武化言人 骂修理蔡英文的人是畜生 那同政员 同政员后来就这样就 好吧 那先把他调去国安 反正他是爱将 就把他调去 国安 就当 让他当委员 各位不要看 我们国家安全会议 的委员 领的是部长的薪水 他的成绩是部长 就部长 他们叫执行委员 结果过一段时间 把他调去泰国 泰国他最有名的事件是什么 他特别照顾管碧营的女婿 管碧营的女婿 领了钱 引起很多年轻人讨论 怎么这么好康 对啊 你要照顾立委的家人嘛 那他用基要人员 任用 基要人员就是 我爱用谁就用谁啊 所以纳水又被骂翻了 骂一骂 后来他又掉了 各位我在讲这些人 什么叫爱将 他就掉乔委会委员长 你看 换的位置 越换越大 乔委会委员长 有非常多的特别预算 这个预算就给华氏 华氏呢 华氏 陈亚林就 有乔委会这笔预算 就出去采访独家 什么叫独家 这种独家 每个人都做得到啊 你就找我们 驻外的代表 说我要访问你 高兴都高兴死了 我们做什么没有人知道 台湾还派媒体 派电视台来采访我 太开心了 而且 这家电视台又是国营的 相当于国营嘛 对不对 大家知道公广集团的华氏 好 所以 陈亚林 就自己去了 陈亚林也是我们熟识的朋友 他有志气 他做商务舱 我好羡慕 我也出差过 我不敢到任何地方 到海外到哪里出差 我从来没有做过商务舱 我们知道飞机有 头等舱商务舱跟经济舱 我永远是做经济舱的 永远是做经济舱 自己买机票 陈亚林 上务舱 做了 要去做专访 为什么 因为口袋 银子满满 银子是谁的银子 就是这些单位 就是侨委会 这些单位 对不对 那他说 他正常得标 他当然得标 这种标 当然就要给华氏 各位看这种东西 非常奇怪 因为华氏 其实现在没什么收视力 时候人也知道 华氏收视力都是 就是在很后面 很后面的那种莫咒 我们成为莫咒 都在后面 像我常在电视台做评论 我过去主持电视节目的评论 也非常多年 八年多 我告诉你 我们每天都要看民调 看那个收视力 每天都要看 看你 昨天 哪一段到某个位置 为什么特别飙高 来查一下 昨天 9点27分 到35分 这里为什么特别高 我们那时候在讨论什么议题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把它表拿出来 自己看 这时候正在讨论 是哪一个 哪一个名嘴正在讲话 这个名嘴这么受欢迎 所以以后就常发他 那他讲这个议题 这个议题我们可以再扩大 各位我们做节目是这样 这个议题既然周天那么受欢迎 飙高嘛 对不对 今天继续讨论 我们很多议题是这样去抓 所以小总抓住很多议题 我们继续讨论 变成国内很多议题 大家知道有个开宾室 台大的博士生 救护车在后面 他不理他 他挡他 救护车一直跟他喊 他跟他比宗旨 这个人 人家臭话叫宗旨销 小董拿出来 踏滑一弯 然后台湾就变成开始讨论 讨论以后 他爸爸就扩映进来 公平了 他爸爸我也不认识 那他就跟我讲 小董你误会了 我儿子不是这种人 然后网路 因为台湾的网友多数是垃圾 台湾的网友多数是垃圾 就开始讲 哎呀那个他爸爸是华士 是小董的前辈 所以小董一听到他的声音 又叫小董 就赶快不敢评论他了 他爸我不认识 什么新闻界还有什么前辈 新闻界都是后辈在杀前辈 胡说八道 为什么我讲网友是垃圾 都是网友就是垃圾就这样啊 我既然把题目挑出来 大家讨论 当然就是这样啊 各位知道洪洞秋暗 我也是大家讨论 后来大家看 有收视力 变成一个很大的社会运动 对不对 大家还记得 Mukia事件吗 Mukia 跟他朋友 他朋友日本人打了司机 那也是我先弄的啊 各位朋友 因为我们就有一套方式 就是来测试哪一个议题受欢迎 那今天你看到陈雅玲他们去做 他们这个好做啊 因为你是摆明了 人家给我钱 我就去访问桥基地的 然后问你 哎呀 这边需要怎么样 给国内怎么样鼓舞 这种很正面的太好访问了 对不对 然后做商务舱出去 太爽了 然后还打独家 这种东西不叫独家 这种东西 当然因为没有人会去访问嘛 今天任何一家电视台 打电话给小美琴 或者打电话 到我们任何一个国家的代表处 或大使馆 说我是台湾的那个 我要去访问你 他高兴都高兴死了 拜托你赶快来 对不对 问题各电视台为什么不派人去 因为要自己掏钱啊 不划算嘛 我怎么会划算嘛 对不对 我当然不划算啊 我从国内派人专门去 来回一趟 一个文字一个摄影再怎么讲 来回一趟 三五十万跑不掉啊 因为还要住旅馆 还要那边开销啊 对不对 还要车子啊什么样 弄一弄 我干嘛有这个开销 我干嘛用这个开销 去帮你讲好话 我又没拿你半毛钱 那华市是用标道这个案子 他有拿正乳那么多钱 所以今天上午 同政员在立法院 然后就讲 其实这个什么 做商务商那些 也和我们没关系 那是电视台自己在那个 各位朋友 你看这东西很好笑 他们打独家 然后到最后一行打那个 在荧幕上再打一个 这个案子是乔务委会委托 为什么要打这个呢 因为 这表示说这是业配的嘛 那你打也没关系 他打多小你知道吗 肉眼几乎看不到 我可以交代了 然后大家以为说 哇你看我们 我们这个台长 这个总经代理总经理 真了不起 自己到海外去行回啊 去访问啊 哎呀泱泱大度啊 对不对 哇好像大的主播一样啊 我有个看这东西 看得非常可笑 你电视台 对这东西大家 只要你在电视台待过一年以上 你都知道 他的运作大概就是这样 那可是一般人 并没有待过电视台 会觉得 这主播哇有那个架势 哎 哇呀跟 我们住哪里的大使平起平坐 什么平起平坐 我们去还不是平起 要是我去还不是平起平坐 我们自己在外面 在海外要采访这东西 碰到他们对我们是毕恭毕敬啊 拜托你帮我写好一点啊 对不对 要不然狗内不晓我在干什么啊 我讲真的这样 但是 你就可以看到民进党对于 用公家的钱 来养公家的电视台 这东西其实就是一个 大内线的构成啊 为什么我要讲这么详细 你知道吗 因为你现在看到我们的 整个防疫构成啊 敢骂了就那几家媒体 对不对 大家看嘛 快筛四季 谢瑞妍 谢瑞妍是卫护部的次长啊 谢瑞妍27号接受国民党立委 林立法在立法院执行 因为那时候高嘉瑜讲的 那个 唾液 唾液的快筛为什么不核准 那唾液快筛其实出现很久 只是因为高嘉瑜是民进党 他把它写了 就变成一个新闻 他说德国一记30块 所以 林立法27号就只 请问卫护部次长 那你们为什么不进来 他说没有人申请 没有人申请 陈时中也说 哎呀没有人从德国申请 好那我告诉你 29号 一天半就通过了 没有人申请到通过 有那么快吗 陈时中就突然讲 哎呀他们有申请 只是因为还要补件 所以其他家伙没给他通过 你扯 讲这种话让人家看不起 为什么看不起 因为 因为小董前两天在节目上讲 记不记得 我说这家 为什么这么受照顾 因为 他就是 他就是高端的 高端的 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开的 所以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在这一波里面 很多人 我们很认真在防疫 可是别人 别人很认真的 借着防疫 来赚钱 他们有政府帮忙他 掩护 你看这种掩护 已经到了匪夷所思了 然后还一直在讲 我没有 这是因为怎么样 那你把他很多话 来多一多 就发现说 原来都在掩护 对不对 掩护某些家 然后某些 你更便宜了 我不让你进来 那时候为什么 阻挡BMT进来 因为你BMT来1500万剂 我的高端就少卖1500万剂啊 因为这两个疫苗放在一起 民众都要打 那人家免会送政府 政府还故意刁难 还不要 为什么 因为你影响到我的高端啊 我高端 一剂卖给政府881块 那你们来了 不是阻挡我的财路吗 永续是花莲政策 发展的能力 等一下回来我继续讲 可是完全没有声音 我没办法被提醒到 没有 董哥想要听广告的声音啊 因为我完全没办法提醒到 我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讲 什么时候听 我们从George Kent这边 好 是 从那个George Kent 是George Kent 一个漂亮的图 非常感谢 超级贼图室 然后柯小姐 菲律宾刮球家 谢谢刮球家 谢谢她没有留言 但是她是非常支持我的 柯小姐 何仙仙 董哥喝水 小编喝水 大家都要喝水 是 谢谢 谢谢仙仙 谢谢 然后基隆小月 基隆小月 要董哥都喝水 谢谢 谢谢 那陆佩黎 陆佩黎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他骂了果官 那台湾果官很多啦 是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在花果乱财 然后杨峰 然后董哥午安安记得我吗 下午再来听 先行动支持董哥 非常谢谢杨峰 谢谢 谢谢 然后胡锦头 金浅士 谢谢 非常感谢胡锦头 小金门的胡锦头 是一个名胜 是 然后温申晃 周末就是期待董哥 一周一开奖 谢谢 谢谢温申晃 我们年轻的好朋友 是 然后董志胜 谢谢志胜 对 他今天节目没被推进首 没被送进首 推送首 是 是 OK谢谢 知道了 谢谢 没关系 我们节目随时你想听 都是YouTube都可以听 欢迎小董真心话 民进党知道 他最厉害的武器 就是媒体 媒体要控制 不受控制的就关台 关台以后 再找一家 配合自己的 来 给他通过 所以 民进党现在是每个派系 都各有他的媒体 而且不是普通媒体 要强势媒体 像新潮流表吃亏 就是他 被认为他拥有的 叫环宜电视台 各位朋友 环宜电视台在 我们有限电视哪里 你恐怕他早半天 对不对 环宜电视台 那 那你如果不在主流的台 主流台就是 有限电视49到57 这个叫主流台 495 那你可以看到里面 绿油油油一片 在看那些 在评论的那些名嘴 那简直想吐啊 多数的 绿色名嘴都是垃圾 我讲 真的想吐 因为 因为你讲东西是假的嘛 很多绿色的人 也很讨厌小董 可是他不敢讲 小董是假的 小董讲的每个新闻 都是真的 我讲每个新闻都真的 要是我质疑的东西 最后很多东西就出现了 利盈 他们知道 要去做假新闻 或者怎么样 他无所谓 所以从 那时候的318 大家知道嘛 什么太阳花啦 反送中啦 那些假新闻 小董就要猜 就说 这种东西是假的 那这种东西 是故意被副裂的 我讲的才是对的嘛 对不对 反送中那么多事件 你敢讲那些 年轻人 拿砖头把老人 砸死吗 在台湾你有看到 这样的报道吗 没有 可是这是事实啊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我们年轻人 砸死老人 我们是为了反对 香港归中共啊 哎 连这种理由 生命可以用这样来换吗 我们认为是不可以 畜生就认为可以啊 都是畜生啊 台湾的媒体老板 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畜生 我敢讲啊 那你看那些 绿色名嘴 那不用 那就不要脸到无耻啊 我 小董就是每天这样 他们从来不敢讲 我讲的东西是假 我很多质疑是 以我们自己的专业之外 你要有点羞耻心嘛 你讲这东西 大家都可以拿来做评论 我的评论很简单的道理 我都用来做对照 现在当然台湾 这六十几天都在报道 俄罗斯 乌克兰战争 很多人发现说 为什么各个评论都在评论这个 台湾现在疫苗 疫情很严重啊 这跟我们相关的 俄罗斯跟乌克兰 跟我们不太相关啊 很多朋友就讲 哎呀 这个就是 就是利盈的政治作战 那各位朋友 我在节目上讲过好几次 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 其实是 为什么会被 那么大量的在报道 他这是台湾 年底 选举的 前烧战 就好像反送中 我那时候一看出来了 香港为什么 故意闹得那么厉害 把火车都放火烧了 说他们是对的 畜生 然后把老人用砖头火火炸死 说他们是对的 畜生 然后把跟他们 理念不合的 老人人家也没有反对你 在身上浇气油 放火烧 畜生 各位 我讲这东西 这些是人吗 这些香港年轻人是人吗 我们台湾是挺他的 台湾这些官僚 这些媒体 还有包括蔡英文 这些人的不要脸 已经下山烂到 毁移首师了 对不对 我讲的是人命啊 各位你今天看到就是这样 那他们呢 他们大外线 哇台湾年轻人就说 哎呀弄个连笼墙什么 这些年轻人 就是民进党养的狗而已 台湾年轻人多数都是民进党养的狗而已 哇 怎么样怎么样 小董的想法跟你 跟他们不一样是哪里 因为我练到的是生命 你们没有看到生命被屠杀吗 那你说 二国跟乌克兰 我讲很多遍啊 俄罗斯是一个侵略者 普丁是个恶棍 我在我们节目讲的 恐怕都不下十几遍了 对不对 我在其他电视台也这样讲 可是他侵略你 他很强 你这样怎么办 你这样碰到恶棍了 你怎么办 在国际社会 美国人说二国人我就打他 美国人有打他吗 美国人只是偷偷塞一点小东西给乌克兰 说你去对抗他 你去对抗他 现在的情况就这样嘛 但是这不是我今天的主题啊 他每天也是用宣传的 俄罗斯都被打得稀里发辣了 哎呀乌克兰都神勇都厉害啊 大家看美国派培洛西 他本来要来台湾啊 他偷偷去见了 德伦司机来后 公开的发辩啊 这些人为什么偷偷摸摸去 又不敢坐飞机去 要坐火车去 坐火车要很久 对不对 还好他们 他培洛西坐火车的时候 没有坐到台湾的火车啊 因为台湾的火车是一辆公车 然后我们叫做列火车 培洛西去的时候 时间点跟我们的这时间很巧合啊 各位 他不敢坐飞机啊 他飞机去可能会被打下来啊 怕死啊 那怎么样呢 他们都从波兰啊 包括英国的首相强生 他们去 美国多少艺人去 都是坐火车 从波兰坐火车到基辅啊 这样就不会被发现啊 那去就开始讲大话了 我不是要讲 我没有支持俄罗斯 我认为俄罗斯是个亲类的国家 普丁是个恶棍 恶魔 但是你今天碰到了 你要看他 看他们怎么做 我来讲 我说你看哦 你在台湾看这个新闻哦 为什么会呈现这样 因为台湾就跟着美国啦 那美国是在 整个战争里面获利最多的 因为他就卖武器嘛 美国人发大财 别人生命死了那么多 美国人发大财 所以他一直鼓舞 那美国又拥有全世界最多的 主流媒体都在他手上 多数都在他手上 对不对 加上英国的金融时报啦 泰伍时报啦 对不对 美国当然三大电视新闻网 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来到 哇 CNN 这些都在帮政府敲边鼓 你知道吗 然后表示 他们美国好像很正义 那大家看 有一个外电 他不是很有名的报纸 他就写 你看这场战争里面 乌克兰有个战争英雄 绰号叫基辅之鬼 神鬼战士的鬼 这个人都厉害你知道吗 前阵子 哇 乌克兰一直先倒 你看俄罗斯 俄罗斯的飞机 光被我们基辅之鬼 这个人要引力他的名字 不然可能被暗杀 当然他是飞行员 对不对 战斗机飞行员 一个人干掉了40架的 俄罗斯战机 俄罗斯战机有没有被干掉40架 有啊 当然干了一两百架都有啊 对不对 有一个叫基辅之鬼 臭号的人 等飞行员都神勇 一个人就打了40架 不得了 那我刚刚讲这家小媒体 他就写啊 这个基辅之鬼其实是 哪一个人啊 他最近被打死了 乌克兰昨天出来火认 他火认什么 我讲给各位听啊 你要听什么叫认知作战啊 乌克兰跟民进党一模一样 跟美国一模一样 乌克兰金方出来澄清啊 金方发言人出来澄清 说我们这个战事是死了 我们发给他新章啊 但是他不是基辅之鬼啊 不是这个传奇的人物 他说我告诉你啊 他告诉媒体啊 公开的有影像有发片啊 其实乌克兰没有一个 叫基辅之鬼的人啊 这是我们创出来的神话 我们要鼓舞士气啊 各位 小董在前面上讲很多次啊 我说你要看这些新闻啊 你要知道 里面收谎 一大堆啊 都在收谎 反送中是不是一堆在收谎 太阳发是不是一堆在收谎 啊现在呢 俄乌战争是不是一堆在收谎 我说你要看哦 大家都在看到这一批 美国政府 民进党政府 乌克兰政府 很多谎言大作战啊 那俄国那边当然也有 这个不用评论 但是我告诉你 因为我们是完全倾向美国嘛 倾向乌克兰嘛 对不对 所以我 我作为媒体人我要告诉你 这东西里面 非常都是假的 大家不相信回去听我 我讲好几次 甚至还做过标题啊 那现在告诉你 没有基辅之鬼 这是我们创出来的神话 我们是要鼓舞士气 根本没有这个人 一个人打了四十几架 哇 不得了 没有 没有吧 各位 不经意哦 很多谎言就被拆穿了 那为什么我讲 俄罗斯跟乌克兰 在台湾被爆成这样 因为这是 这是一个 台湾年底的前哨战 我们久而一年底前哨战 怎么会跟他有关 有关啊 现在就要把你分类啊 香港婉送中 怎么和台湾有关 本来韩国一的民调比蔡英文高 为什么最后还大输 香港婉送中的操作啊 婉送中美国人相挺啊 欧洲 法国人都相挺啊 你看法国人 法国的摄影记者到现场都嚣张啊 警察 欺感记者 还骂他警察 你什么东西 对不对 就我是法国人 不要对我这样 那种白种人的气焰就出来了 他们觉得我们到香港 我们高人一等 你们香港人过去不是我们白种人 我们英国人在这里 对不对 统治了你们一百六十几年 你们什么东西啊 他们那嘴脸就出来了 各位我讲就是一个真实情况啊 所以他觉得我高人一等 我认为你烧我就是合理合法的 你把用砖头把老人和我砸死 哎呀真好 真勇猛 西方是这样解释的 为什么我每天骂这些白种人这些人 畜生不要脸 下山岸 因为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只重视一个生命啊 他们呢 他们重视是自己国家的利益 畜生就像猪一样 我小时候养猪啊 你把任何收拾倒进去 哇都抢着吃啊 你有时候那只比较大的 我还用哨把把它弄开 要不然小的没得吃你知道吗 那个就畜生 在猪草里面抢食啊 这些西方的媒体 或者他们国家 就是这种人啊 我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小董事长 他们眼中没有生命 我有 我跟他们不一样 好谢谢 今天三点应该是 新闻大八卦 大新闻大八卦 中天的视频道 是 我们刚刚是到董智胜 是 谢谢智胜 谢谢 到洋 到洋 非常感谢 他讲 他引用真人报 真人报的网路报 那是 写高雄最好的报纸 那 他说小董 指出柯文哲执政 对啊 整个台北 就像那个大鸡蛋一向 一样没有什么进步 没有错啊 然后 到洋又给我们抖了一次 他也是引用真人报 大家注意到洋引用文哲 都很有道理啊 是 谢谢 谢谢 今天大家也是多在家 对啊 休假嘛 多说人就笑 我刚进来的时候 门怎么关起来 我就走另外一个门 对啊 这样子 因为今天其实下雨 可能其实大家 下雨疫情 办公室都没有开 对啊 对啊 呵呵 我刚才说有下雨吗 有 今天应该一整天都要去啊 对啊 等一下好几天 当然 但是温度差好多哦 嗯 他讲最冷 大概十五度 对十五十六 对啊 五月一号大概十五十六 对啊 上个礼拜三十几度 对啊 对啊 穿多一点比较安全 嗯 因为你现在来出来是白天 那回去都是晚上 对 比较凉 对啊 他想要注意保暖 嗯 欢迎小董真心话 各位朋友 我刚讲乌克兰战争的 那种假新闻编神话 他们自己承认了 哦 那我不是要修理乌克兰 我讲说 其实 在这种东西哦 你要观察的是怎么样 是俄乌战争哦 在台湾 为什么媒体量爆这么大 这个其实是 民进党掌控的媒体 他们要影响 连底的台湾救和颜警 啊 他把你这样分类 你没有挺乌克兰 你就是挺俄国 挺俄国 因为俄国跟中国大陆 很要好 所以你就是挺中 你就挺中的话 你就是反台 那我们是 反中保台的 所以就不一样 他是在 勾勒出一个这样的 一个深层的意义 他造成的影响 非常大 跟反送中的效果是一样的 所以小董那时候讲反送中 我就很早就写了 我那时候写了 而且在我们台上也讲 我说反送中就是一个 欧美这些国家 跟民进党的势力结合 然后跟港独结合 然后把它弄成一个氛围出来 反送中以后 韩国瑜的民调开始往下降 蔡英文就开始上升 因为蔡英文跟 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 美国 英国 法国 欧洲这些国家是站在一块的 他们是民主阵线 他们是没有人性的民主阵线 最不要脸的 畜生阵线 用砖头把老人砸死 竟然每天还在讲话 我讲他们就是畜生阵线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 最巨大的邪恶酌心 他不是人啊 他们才管理什么生命 他们能用金头赚多少钱 才是他所要的 我讲这个实在很悲强 因为我们没有武力去对抗他 但是 我总要把他讲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了那个 他可以 炮制很多假的神话 对不对 蔡英文打赢前赞 打败韩国瑜 那前赛王立强呢 要不要交代 不用交代了 我打赢了我要交代什么 反送中 那老人被砖头砸死了 要不要交代 那这香港人的事 我不要交代 各位 就是这样啊 乌克兰 承认 他们炮制一个 基辅之鬼的 一个神话 昨天承认 他至少还承认 蔡英文 过去干的那些事情 他承认吗 王立强呢 告诉大家王立强啊 王立强在澳洲 跟澳洲政府配合 每天开记者会 说 共产党派我 因为他从大陆逃跑 共产党派我 我是中共的 情志相关人员 我们给8千万给韩国瑜 让他选上高雄市长 我们现在要给60亿给韩国瑜 让他选上 台湾这边的总统 炸锅了 对不对 中共怎么介入我们啊 那为什么不再去找王立强呢 那时候各大媒体 台湾这些畜生媒体 每天报导王立强 台湾这些畜生名嘴 多数的名嘴是垃圾 我讲 台湾这些畜生名嘴 现在为什么不讲王立强 王立强最后一次出现 是2020年1月9号 此后在台湾没有任何新闻 因为1月11号 蔡英文已经当选了 1月9号讲完了 1月10号再播一次 11号投票了嘛 对不对 各位知道他的构成了吧 各位 你现在知道媒体的厉害 媒体跟假事件 来编神话 民进党最擅长操作 现在俄罗斯 跟乌克兰战争 他也在操作这样 要让他成型啊 然后你看国瓶党 对不对 大家看 国瓶党跟中共就最好 他连党名都叫中国国瓶党 中共跟俄国最好 俄国现在在亲类别人 你看 俄国就最坏 那乌克兰好可怜喔 哇 每天乌克兰的新闻都很正面 今天出来的时候 有个阿嬷 躲在飞机里面 哎呀自己做生日蛋糕 哎呀 好感人喔 对啊 是啊 这新闻 这新闻 我不能说它是假 那就是 我一定要一直去报道这种 然后多么困苦啊 对不对 哎呀 谁家人又被打倒 这当然也都是真实 我没有讲它是假的 那这个是要怎么样 博起版面 哇 大家同情乌克兰嘛 那你同情以后 就会更讨厌俄罗斯 讨厌俄罗斯以后 更讨厌中共 中共要讨厌国民党 那最后 它是一个选票的影响 各位我告诉你 你后期觉得说 哎这个好像绕一间很远 不远 我非常明确的跟各位讲 反正上一开始我就知道 这个就是 英美欧盟这些势力 借着这个事件 来帮蔡英文选举的 天才火 我用的是这个字眼啊 我这就跟民进党的选情 天才火 那那时候我还写一篇文章 结果呢 你看整个局势 就像我讲的这样啊 没有错啊 现在俄务战争和台湾没关系 没关系我要把它连成有关系啊 各位美国就是这样啊 美国那时候 哇推动 哇全球要有什么茉莉花革命啊 美国是个垃圾下山 和不要脸的畜生国家 他只想赚钱 死多少别人 他都不太在乎啊 然后茉莉花革命 烧遍阿拉伯世界 对不对 大家知道埃及有个总统 叫穆巴拉克 美国人很讨厌他 然后 他就被推翻了 谁要用民主 他怎么可以当那么久 推翻这个人叫穆希 在美国 南加州大学的博士 然后 在美国教书很多年 教授 回埃及 声望也很好 教授 然后他就被民主就选出来了 当不到两年了 就被金方推翻下来 说他通敌 泄漏机密什么什么 结果有一天 又就把他收押了 各位朋友可以上网查一下 慕 慕希啊 慕归英的慕 希望的希 我们这边大致上这样翻译 你只要打埃及慕希 就知道他的生平 结果有一天出庭 在法庭上当场心脏变化就死掉了 不晓怎么死了 后来就死了 美国 在他被金方给推翻的时候 有没有出来挺他 没有 因为我的目的是要推翻 穆巴拉克 因为我们想在埃及做什么事情 后来 越做越不顺 人家越来越不听话 把他干掉了 用民主之名 这个就是龌 没错 美国就是个龌龊 瞎三烂的不要脸的国家 就是这样 那你要挺民主 为什么民主的慕希被推翻 你不出来挺他 他是全民投票 为什么一个国家可以邪恶到这样 然后蔡英文每天抱着他 跟他一起邪恶 然后还对外讲 这个就是民主 这个就是人权 就培洛西那种嘴脸 对不对 他们觉得他白人高高在上 台湾既然有几条狗 如果我要跟我咬尾巴 我就让他咬 我叫他去咬谁 就去咬谁 不就是这样吗 各位 人都是平等的才对 但是 那一些白种人比我们更平等 他每天叫你去干嘛 你就要干嘛 没有的话 他说你就不民主 没有人权 他们有民主有人权吗 没有 我在节目上讲过好几次 你去查查 关达拉摩建议 关达拉妹拉 这条歌 其实是一个倾倒 美国在那里建了一个金氏建议 专门把 有嫌疑 他觉得 你可能 对我们美国人 有侵犯的嫌疑 是恐怖分子 通通抓来丢到那里 为什么不敢抓回美国 又抓回美国 违法 违反美国的法律 在海外这个建议 专门关这些人 有人被关二十几年了 二十年了 没有判刑 没有怎么样 这个叫人权吗 这个叫畜生 他每天在指着别人讲人权 我讲 你只要上网查就知道了 就知道这个建议在搞什么名堂 但小董讲这个 我自己都非常清楚 我们如果 这样继续下去 台湾有真正的民主 台湾的民主要一个邪恶的美国来认定 合理吗 他凭什么认定我们 他自己都不民主 所以我说 什么叫主体性 主体性你要看重自己 被人家这样以止气死算吗 谢谢收听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孙协 给我们看一下 好 OK 应该是没有 我还是看一下 好像好像 是 是 谢谢道阳 是 谢谢道阳 是 是 武汉大家平安 谢谢 Helena 是 她从美国过来 非常感谢 Helena 然后是送丙荣 是 丙荣 谢谢丙荣 非常感谢 OK 然后 是 道阳又抖念一次 非常感谢 对 谢谢道阳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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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对 谢谢 好 好 好